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Peple公民新聞報 公館香農會舉辦和樂福菜節 體驗秋收後的傳統農事記憶 品嘗最道地的客家料理 並推出福菜故事館 介紹這項產業文化的故事 在悠揚的音樂及舞蹈下揭開活動 公館香農會舉辦和樂福菜節 打造過往客莊東收後製作福菜 堆道桿棚等懷舊場景 其實每個鄉鎮都有福菜 有客家人的地方都是有福菜 我們從64年開始 經過新竹改良廠 在我們公館顯得基地主辦 然後成立共同經營班 以村台灣第一個真空包裝開發出來以後 不知道包什麼 就拿來包我們的福菜 現場重現客裝製作鹹菜的場景 從芥菜苗到收成 尾雕 揉芥菜 賽福菜 鹹菜乾 並讓來賓自己動手做 體驗整個福菜製作過程的辛苦 這個故事館裡面其實是希望能透過呈現裡面 就帶著大家去開啟感官 用一種互動跟有溫度的方式呈現 苗栗縣公館香是種植芥菜 製作鹹菜 福菜 梅乾菜的大眾產地 邀請遊客們每年十二月一起到公館體驗最在地 最豐富的客家文化 位於南投親近最頂端的博望新村 人口約百餘人且位置偏遠 是台灣規模非常小 但海拔又最高的眷村聚落 居民多為義域孤軍及其眷屬 他們延續顛免義域風情 也融合原鄉文化 1961年 最後一批義域孤軍撤退來台 政府將大部分軍眷 安置在親近地區 南投博望新村便是其中一處 他們辛勤互助的在此地奮鬥 打造美麗的世外桃園 我那時候九二一地震回来的時候 我比較喜歡就是 把這邊打成一個三殿圈 屹立於雲山之間的博望新村 充滿著顛免文化的神秘色彩 當地少數民族的水煙桃園 其舞蹈為親近征替異國風情 好幾次的戰地的話就是因為 這個水煙桃園救了人 有啊 有賺嗎 其實都以為說 這個是火箭桃還是破底炮 然後他們遠遠放過去 哎呦 這個不對 不能惹啊 走進村裡可以看到乾淨又純樸的街道 當地居民心靈寄託的信仰中心 慶安宮城皇爺 其紅白色的外觀顯目 遊客來此還可實際參與雲南百宜 蔥辣椒的製作 把美味帶回家 博望新村散發著獨特的悠閒氣息 在這個美麗的小村落 光產業的發展 已促成許多遊子返鄉就業 期盼這個由居民合力打造的樂園 擁抱 樸實無華